分享,因为我们前面都是爬虫是爬别人的 但是如果假设你将来要让你的其他客户或者其他人去抓资料的话 当然你会有一些机密隐私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自己架一个云端 最简单的方式,我自己是架蛮久的 像这个,而且我发现它的稳定度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已经架了十几年了 它其实放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管 而且设定非常简单 你要共用直接就共用出去了 使用起来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Google,我觉得有些地方都还蛮类似的 只是差别,就是说一个是私有的,一个是公有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因为你还要顾虑到一些啦 比如说你的防火墙,OK 然后还有就是说也不能停电 因为停电的话等于是就连不上线 那别人就也就无法连线了 还有频宽问题,OK 这些其实我是觉得都是需要处理啦 当然如果你不想处理这些问题 那你就用刚刚讲的方法 有没有就是用那个Google试算表 这些这个方法其实也OK啦 这些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这个大概弄起来等于是一个 再加上一个硬碟啦 我印象中以前弄起来都不到一万块 其实就活得好好的 十几年喔,真的 顶多是说年中把它打开来啊 里面有一些灰尘清一清 放着就好 而且它耗电量非常非常低啊 比一颗那个LED灯泡还少 我印象中大概那个耗电量不到10瓦 它就安安静静的躺在那边 而且不太会发生问题 而且硬碟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用这个用蛮久了 OK,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如果发布的时候 一定要Google试算表 你不能用那个Excel 因为Excel它等于是没有那个权限去变更 所以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改 那如果你没有那个齿轮地方没改 不然你就是重新上传一下就OK啦 或者是你上传之后 它好像还可以再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不过我的习惯是直接齿轮那个地方设定在上传 这样就比较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啦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爬虫的部分 所以也许请各位练习 抓那个刚刚的资料 所以我们抓资料的话 这一段Creditable其实还蛮万用的 但是它也不保证说 所有的资料都抓都没问题 当然少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些问题啦 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用这个方式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改成用另外一个 我在云端上有另外一个范例 我们再练习一个吧 台电这个啦 当然它你会发109年 它是Big 5 我们来试试看Big 5 比如说109年的 检视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它就是Big 5 那就950 所以那如果假设啦 我没有改那个 它的 就是Pattern Phone那个参数的话 比如说我把这个连结复制了 然后贴到这边来 那我要抓109年 OK 那这个连结过来了 那我看一下这边 假设这边是在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这边改成109年 那我希望抓下来之后呢 它就帮我放过 那当然第一个我连结给它了 一样哦 这边贴过来它一样哦 这有点像陷阱一样 会有空白 所以记得一定要把它Delete掉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要编码 我先不改好了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你不改哦 它过来的话 一定是乱码给你看 除非说它放上去的资料 假如是 就是UTL8 那就没问题 可是如果它放的是Big 5 所以你们在下载资料的时候 可能也要确认一下 它是不是这个UTL8 那另外就说呢 那你想说老师 那那个Google上面的 Google上面一律是UTL8 好不用怀疑 它不可能是Big 5 所以你下载的时候就65001 OK 所以我们刚刚这一段翻 不过有的时候啦 像这个109年的资料 它的资料量应该是算还蛮庞大的 它资料量总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 总共有十一万七百笔 OK 所以你会发现 Ctrl向下一下 目前完全是乱码 对 11万700-1 刚好 OK 所以呢 如果假如说你要让它这个变正常的话 那很简单 把这个改950 这样就OK了 所以呢 比起之前 我们用费赂人工的方法来做 我觉得有时候程式还反而更简单 另外把它run一下 那这个时候又到那个就是开放资料上面 那当然编码方式改动之后 那下载下来的资料应该也就OK了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的话呢就资料就下来了 但是 还有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好像有做过几件事 第一个的话就是先在这边 一栏上面插入一个什么 限式 因为我要做限式查询 所以我之前好像有多做一个限式 第二个的话呢 我好像在这个 这个单月我要做一个万度为单位 所以我这边又插入一个 在哪一栏 在追栏上面插入一个 以万度为单位 所以我拿这个来改 好像我把这个贴上改成叫万度 然后呢 这个万度单位呢 我希望呢 它的公式是等于什么 等于 它i栏里面的资料再除以1万 然后再把它向下填满 这边是查询 把它查完 我记得是用那个VILLE函数 然后查邮递区号 TableArray按F3 因为我们有邮递区号的名称 然后呢 第二栏输入0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假设我们重新再做完 下载一个新的资料 那如果每一次都还要再做 插入 一栏 跟追栏 然后并且做公式 那其实每次都重复做也挺麻烦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啦 我可以把这两个动作干脆写到程式的下方 有没有 我们用Column Column是点Insert 那Insert的话呢就是Insert之后的话呢 然后在这边 它的E1上面把名称改了 并且在这个底下 输入公式之后向下填满 或者跑个回圈 让它全部填完 然后再来就是追栏 一样做一样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 试试看 109年 其他还有108到104 如果假设你要把它取回来的话 那一样啦 你们就这样做 不过最后其实你也可以想一个啦 跑个回圈 有没有办法 那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这个网址 看它有没有规则性 看起来好像有一定的规则性 这个规则好像就是 它只有这个数字不一样 其他好像都一样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跑个回圈 然后从104,105,106 那把这个数字放过来 然后一样是工作表名称 也一样把它放过来 那这样子不就可以做到 我假设要把104到111全部下载下来 就没什么问题 OK,那请各位试试看 再把那个画面先停止共用一下 试试看 我们下载下载下车机的软件 是很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